大家看到這條街 古色古香就知道很有風味 這間房間給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的房間 大家看到有很多書 就知道我是一個知識分子 一個真是博學多才的人 這裡其實是二樓 我們家裡還有樓下的 其實我們家裡三代行醫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這個年代 就是說從清朝開始 我們已經是一個醫學世家 大家看看 這棟古色古香的樓房 相信都是我爺靜落的 不然哪有錢買 這裡就是我家裡的醫牢 我家裡其實 我們三代行醫 我爸爸是一個很厲害的醫生 醫了很多人 所以大家覺得他是一個 神仙一樣的醫生 所以也很給我面子 因為給我爸爸 雖然我爸爸是做醫生 但其實我對醫學一點興趣都沒有 於是我去了另一個界別 就是這個銀行界 因為我是一個 基本上是一個金融財進來的 也是一個金融的天才來的 所以我就投靠了一個 很漂亮又很有財力的老闆 就是他了 七爺 這位就是七爺 他就是全上海三大銀行之一 那麼七爺 怎麼樣 我很喜歡這裡 為什麼 我覺得除了銀行之外 我很喜歡來這個醫牢 為什麼 因為你爸爸醫好了我的神經病 是啊 他是神經的 大家知道 所以這個戲 為什麼我會跟你在一起 因為我也是神經 而且我覺得醫牢這個景 好像是一個喘息的地方 沒錯 大家看看這邊 你看 一看就知道 有密殺牆 是的 這個不是密殺牆 這是按摩推拿針救房 就是我爸爸基本上就是博學多才 所有的醫學他都精通的 大家看看這些就知道 什麼穴位針灸等等的東西 我們都是很拿手的 當然我自小跟著我爸爸 我都學到一二的 但是我的天分依然是在財經界的 所以我決定了金融財進 跟我老闆搵食